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Lawrence Q2出了一段時間,放假時也會帶著Q2到處去 現在我講一講Q2為何會經常帶著它到處去 4700萬像素,光顧防水滴功能去到IP52 還有拍片方面,影片有4K 拍照之外拍短片也很方便 OLED的EVF也明亮了 上個星期帶著相機去一個神秘的地方拍攝 究竟我拍了什麼回來呢? 如何發揮到相機呢? 讓我們一起看看照片好不好? 買這部相機就是買支鏡送相機 究竟是否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張照片就是神秘的地方 入口處 南天白雲 你看樹的立體感和河面的反光 真的做得很好 普通一枝28mm 加上這部相機 都已經是這麼出色 然後我們一路走 走到上去已經看到一群年輕人 玩越野單車 這班小朋友 為什麼叫小朋友呢? 真是很小 我覺得他們只有12、13歲 但是飛到的單車 離地整層樓這麼高 你叫我現在去飛都飛不到 那我趕快拿一部相機 究竟試一下那個對焦功能 其實每一張照片都會對得很準的 除了對焦功能的時候 你見到那個連拍速度都很快 這部機 其實機械快門 由60秒 去到2000分之1秒 而電子快門是由1秒 去到4萬分之1秒 你見到那個連拍速度 真的非常之高 還有連拍之餘 它那個追焦功能也都很強大 不單只是一部普通的傻瓜機 你見到每一張照片都很清晰 對得很準 連那個小朋友在空中的樣子 都可以停留著 你會見到 好了 然後再走進一點點 差不多來到我們這個終點 就是這個神秘的地方 你看到真的很廣闊的大平原 看到就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 到底這裏是哪裏呢 我就不會透露的了 因為透露了出來 我以後去到都是見到人的了 見不到樹的了 你看到28mm拍出來的效果 其實都蠻震撼的 如果來到這些這麼大的地方的時候 只有28mm 但我想拍一下人 那怎樣呢 其實Q2有一個Top上的功能 由28、35、50、75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只要按一按按鈕 它有線框彈出來的了 讓你看到 你拍的照片就在框裏面 就相等於那個焦距了 如果你說去到一些這麼大景的地方的時候 28mm是否不夠用呢 我要16或者更廣闊的效果的時候 我們又怎樣做呢 例如你可以拍四張照片 去做一張全景的照片出來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做了一張全景的照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張全景照片 好像一張16mm的照片一樣 其實全景的照片都很依賴鏡的質素 如果你說鏡在四個角 會比較軟一點的話 你拍這張全景照片的時候 兩邊的邊位都不會那麼銳利的 你會看到在Lightroom的時候 將四張照片按鈕 就會自動人工智能這樣搭在一起的了 的確是很方便的 我有時就會用這個功能 去做一張比較Wide Angle的照片出來 大家都看到的質素 都是非常之高的 好 照片的質素 你就看了 究竟我們遇到一些日落的時候 又或者見到椰松光的時候 亦都想拍前景 但是那個光位亦都會很光的時候 那我們怎樣去做呢 其實這一部機 給我後期的製作真的好強大 例如這一張照片這樣 其實天空的光 我只是曝光曝天空的光而已 原本那張照片 你看到下面那些草那些暗位 是差不多全黑的了 為什麼我要曝天空的光 而下面是全黑的去做呢 因為我想試試一部機的Dynamic Range 可以去到多少給我 如果我們把暗位曝光正常 而光位是全爆的時候 是很難把光位拉下來的 但是我們曝光 曝光位正確 而暗位是容易拉上來的 你會見到這張照片的暗位 真的差不多是黑了 當我拉上來的時候 所有的細緻位你都會見到 無論葉的細節 花的顏色你都會見到 而高光位亦都不會爆得很厲害的 因為出到去拍大景的時候 未必光源是這麼平均的 這件事就是Q2給我 真是一個挺驚訝的功能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可能它是一部傻瓜機 按個按鈕又有相片出來 但是不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這部機 真是一個很專業的相機來的 大家剛才看過的照片 是不是覺得這部Q2 不單是一部 只懂得按鈕自動對焦的相機 其實它也是一部很專業的相機 而且我覺得這部Q2 都可以作為一部工作用的相機 28mm鏡頭 配合4700萬像素 以及去到一些光線比較複雜的環境之下 都可以發揮到的作用 看完今集 是不是覺得這部Q2 給你另外一個看法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